远见 行动 幸福屏东 欲彩无泪 未来的屏东孩子 我们所期待的是 他是品格高尚 而且体势能是非常优越 他同时要走进国际 他必须有世界公民的素养 他必须了解 参与 沟通 承担 未来的责任 缩短城乡差距 培育多元人才 县佛团队为培养孩子成为国际公民 已经在南融国中墾丁国小 与大人科技大学设置英语村 让孩子们全程使用英语 培养县内学童外语能力 与世界接轨 不只学英文 曹启宏县长也很注重母语教学 例如推动幼教全课语教学 让客家化能重新榨根 为鼓励儿童阅读 曹县长每年编列阅读经费 是历居县长之冠 更首度推动学校图书馆社区化 行动图书馆和培训故事妈妈 让图书馆走入社区 亲子共读种种多元方式 让孩子喜爱阅读 曹县长认为学校是社区的灵魂 坚持不废校 不病校 还新设学校 设立奖学金 鼓励流线升学 更鼓励每个学校发展自己的特色 培育孩子多元的能力 不管是水上运动或是走读屏东 鼓励学校由社区庄头出发 让学生培育出爱乡爱土的人文关怀 县府坚持特色学校的政策 因为学校必须帮孩子 找到一个学习的位置 学校与学生一起探索发展 学校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都应该有他可以发展的舞台 所以我们就尽量地创造各种舞台 各种可能 各种机会 让每一个孩子去探索他的现象 曹县长认为 教育就因适性发展 因此他设立奖学金 鼓励技职体系 与拥有体育天分的孩子 勇敢表达自我 争取最高荣誉 除此之外 曹县长更重视 弱势孩子的就学权益 不仅改善校园无障碍环境 争取超过十亿经费 改善国中小老旧教师 更逐年增设特教班级 补助这些孩子交通费 成功争取成立特殊教育学校 也注意到城乡发展差距 推广部落数位视讯学习 DOC计划 结合闲置派出所 施行爱幼计划 更设立四所偏远地区的国有班 让孩子在客后获得照顾 减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穷不能够穷孩子 给孩子最好的 只是幸福不变地坚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